《黃金蓮華之鬥歌敬意》 樂領有活力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下午好 歡迎收看 《黃金蓮華之鬥歌敬意》 樂領有活力 上個星期我們完成了 婉轉悠揚隊跟傑出非凡隊 他們第二回合的一個戰鬥 然而傑出非凡隊勝出 所以他們奪得了四顆的榮譽之心 婉轉悠揚隊雖然落後了 不過依然可以獲得三顆榮譽之心 那麼接下來就輪到夏日之聲隊 跟千方百計隊的對決 上一回合落敗的兩支團隊 將在本回合進行對決 勝出的團隊 將獲得兩顆榮譽之心 反之將獲得一顆榮譽之心 累積最多榮譽之心的團隊 可以全員晉級 榮譽之心數量排名第二的團隊 需淘汰兩名團員 榮譽之心數量排名第三的團隊 則需淘汰三名團員 而榮譽之心最少的團隊 則得淘汰四名團員 此外排名前三的團隊 可保送一位學員至半決賽 而排名垫底的團隊 則沒有保送名額 好 在比賽開始之前呢 現在我們來歡迎四位導師 首先歡迎的是 千方百計隊的方中化導師 夏日之聲隊的夏慧導師 傑出非凡隊的林俊傑導師 以及環轉悠陽隊的廖婉婷導師 當然也少不了勞苦功高的三位評審 首先讓我們來歡迎的呢 就是創作歌手兼歌唱老師 林偉強老師 本地著名歌手馬愛妮 音樂製作人兼歌唱導師吳茂全 我們先問一下夏慧老師好不好 因為上一回的這個團戰成績不是很理想 所以回去之後有什麼策略嗎 也沒什麼策略 只有盡心的交還是盡心的交 這一次呢是你們兩隊的一個對戰 那我知道方老師之前常常都會說 哎呀 夏慧姐一定會讓我的 這個這一次是不是還是採取這樣的政策 不會啦 因為我們這一期 同病相連 對 同病相連 對 同病相連 你們要發揮你們的教學上的神功 把變腐朽為神奇 不過這個這次太過瘦了 太腐又太瘦了 你們這個瘦了 放進冰箱拿出來 哈囉哈囉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你的學生 就是啊 分事同根深 相見和太極 匯匯 不要用三分 好可憐喔 OK OK 派誰上陣 下位老師 他叫陳韻文 為大家唱的歌曲是夢中人 哎呦 還在做夢就推到下 你呢 方老師 我愛的是趙桂如 他就是走向天下第一首歌 就這一首歌走天下的 他說不成功就成人了 訪映台 誠實的愛情故事分外感人 今天陳韻文將帶來這首 1942年電視劇 蔷薇處處開的插曲 夢中人 Jun H My Twilight 推�늦 你第piece衣服 avoided 已躲起來 又來避下 空心中 避下na 送风针在哀树 我的梦中的人哪样 你在何处 没有蔷薇的春天 好像抒情断了线 如果没有爱情的温馨 我一如日好下火烟 也因你见痛苦 潮上剪着泪珠 我的梦中的人哪样 你在何处 没有蔷薇的春天 好像抒情断了线 如果没有爱情的温馨 我一日好下火烟 也因你见痛苦 潮上剪着泪珠 我的梦中的人哪样 你在何处 演绎经典曲目 而有的人则十分热爱 今天赵贵如将带来他的拿手歌曲 放鹰台 梁山波一心要把鹰台放啊 鹰台放啊 一辽书放下山港 下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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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街灵海 芳鸿海 主家桌 眼前全是旧是 Colorado 回忆往世 岂有窦 今不知踏实 日女风测 出了城 过了关 他说为妻子把山巷 他说那比木鱼儿 而兄弟一般羊 下了山 到池塘 他说鸳鸯 鸯鸯 鸯鸯双 他心中走向 溫氛的发生 凤凰山 凤凰山 家有牡丹等我盼 河中河呀 河中河河 沃山河真是个呆头 侄女会流浪 苗里风秋荒 汤中芬兰女芽 黄狗腰红妆 一桩桩一尖尖 桩桩尖采葡萄 我是个大笨鸟 大笨鸟 和天浩一的韵文站在一起 我有种新郎的感觉 来 各位 上入洞房 请问将来不论是饥饿 贫穷 战争 你都愿意跟我一起度过吗 不愿意 那是正确的 是 是 是 这个造型真的很重要 今天真的是下足了心思 对 这个服装是自己缝的吗 不是 网购 网购的 那您这个古装是您自己的吗 一路来我就是唱戏剧 我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吗 我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唱哪一种戏剧 都是唱小声啊 唱黄梅调是小声 如果京剧的话是唱另外的 可以来一段吗 十七年 十七年风雨吗 我们小的时候在中国唱的一个戏剧 戏剧老旦的 不过我觉得你这身打扮呢 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一双鞋子 冰哥 高啊 以后您就可以穿这个鞋子来主持节目了 你有高度歧视吗 我没有歧视 我是帮衬您嘛 是不是 这个访音台好像你是很有把握的一首歌对不对 很多年前我这个访音台是拿过很多冠军的 那个时候 拿过很多冠军 所以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就很有信心 对 我只是戏剧方面比较 有经验 对对 所以我的流行歌曲啊 还有通俗歌曲 我觉得还要继续学习 所以我这次鼓起勇气来参加黄金年华 好的 谢谢你鼓起勇气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听到你今天唱访音台 好 两个人呢 是不是唱作俱佳 我们就要听听看我们的评判老师们怎么说 陈韵文 你这首《梦中人》啊 你节奏是非常好 唱歌的咬字还要多一点练习 有一点点中气不带足了 高音乐的时候就会飘走了 我的梦中的热那样 你在何处 赵贵如 你一出来的那个王梅调的装扮 让人家非常耳目于心 你扮男装 唱得中气十足啊 我觉得你今天如果手上拿一把扇子的话 会更显出那种男孩子的那种 阴气 书生的气息 书生 对对对 本来是有拿扇子 拿道具 然后我就觉得你还是集中一点 贵如啊 在这个戏剧界有一句口头禅 就是花旦重轻盈 小生重潇洒 今天你太潇洒了 还有就是说你的这个小生的这个平红啊 你唱得很好 这个音色非常好 步伐方面呢 你没有根据拍子 其实如果根据拍子的话会更好 步伐我觉得有的时候自如一点 更自然 我专注在唱法 而他的台风这样 他就自在 因为他们不能兼顾的 韵文 你不要等到你拉完之后 才移开你的脉 声音还没有完全结束 你的话筒就可以慢慢移开 才不会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异常音 谢谢老师 好 韵文姐你好 你好 我觉得你唱歌其实还OK 只是那个音准稍微要注意 然后就是 可能你声音是比较厚一点的 对 所以你中低音会比较强 那你要知道说当你上高音的时候 你要让它变得比较细一点 不可以这么厚 那你声音就要慢慢的变细 它就可以上高音 你可以试着说话 说高一点 再说高一点 再说高一点 这样子练的话 你其实还可以找到一些 更高的一些音 可以尝试这样子练 好的 谢谢 谢谢 对如姐你好 我觉得就是你不熟悉拿着麦来唱来表演 所以刚才有特别有一段 就是你不小心那个手走掉了 然后就 我的麦跑掉了 然后你拉回来的时候 又突然间 又太大声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练习的时候没有真的去用习惯那个麦的位置跟那个收音的效果 那你就知道说那个麦要贴多近 好吗 OK 谢谢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飞玄导师的这个J老师来为我们点评 因为我觉得今天那个歌曲啊 整个表的准备啊 我觉得都充足 从头到尾 都是成功的 就是你的声音啊 你可以再揉一点点吗 可以的 谢谢JJ老师 不够不够 可以不可以 可以的 对对就这样 当你比较习惯自己的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声音的时候 你在唱歌的时候去转换表情会自然一点点 好不好 加油 谢谢JJ老师 慧如 整体上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其实是收一个句子的感觉 就比如我们说那个 下了山倒汁堂 所以可能戏曲的时候会说比较撑得久一点点 可是我们稍微流行一点点 唱法会唱成 下了山倒汁堂 比较不会做一个 下了山倒汁堂 一个比较注重开头 可是没有太注重尾巴的 不同的唱法 你去研究的话 我觉得一定会 你的歌艺会进步的 好不好 谢谢JJ老师 下回老师 来点评一下你的学生 郁文 最起码比上一轮就进步了很多 是在情绪方面还要再加强 对 然后再融入多一点点 我们继续的再加油 好的 爱你哦老师 真的 你为了我们真的很努力 慧如 今天非常完整 她的后面那两句练很久 她的大本牛 大本牛 她的牛一直牛的 我这样 打你在头 我是个大本牛 大本 牛 今天的牛对了 加油加油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在他们这个PK当中 我们要来看一看 我们的三位评判嘉宾 比较欣赏谁的演出 来我们请三位评判老师准备 尾强 编号二 恭喜贵如 先拿下一分 谢谢老师 爱你 也是投给了编号二 恭喜 恭喜 千方百计队 代表说在这个PK的环节 已经胜出了 好 好 吴老师 也是投给了编号二 恭喜 恭喜 好 两位继续加油 努力好不好 好的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 夏日之声队 接下来要派哪一位学员 出来做代表 接下来是陈丽萍 为大家唱的是 忘不了的你 好 那千方百计队呢 我派王美珠 带来神秘女郎 有些歌曲虽然年代久远 却依旧能够穿透人心 欢迎陈丽萍 带来这首 忘不了的你 明知道我不该爱你 为什么好像有练习 我也曾觉一想忘记 你昨年偏忧想起你 明知道我不该想你 为什么好像有回忧 我也曾觉一想忘记 你昨年偏忧变轻 你莫非又莫离 总叫我怀念你 我沿着你一起 你莫非又莫离 总叫我盼望你 盼望着和你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我不该爱你 为什么好像有回忧 我也曾觉一想忘记 你昨年偏忧想起你 你昨年偏忧想起你 你知不知道只买一样 我永远有回忧 你知到我不該愛你 回首我好想又練習 我也曾卻一想忘記 一轉眼片又想起你 我也曾卻一想忘記 一轉眼片又想起你 勇於挑戰不同曲風的王美珠 今天帶來這首充滿韻味的經典歌曲 神秘女郎 你不要對我忘 淡淡的燈光 是我名謀 你不要對我忘 將來何以往一雅渺茫 就算你就算你看清我模樣 就算你就算你陪在我身旁也不能 你不能打開西方 你不放將我生命迷藏 就算你就算你 就算你就算你看清我模樣 就算你就算你陪在我身旁也不能 你不放將我生命迷藏 我覺得不朽經典是非常好表現的 這個年代的歌曲 而且我們黃金舞台非常的大 可以讓你充分利用 東南西北中隨便你走 那我旁邊這一位是麗萍 你好 你好 你覺得今天你有充分運用這個舞台嗎 沒有 今天我要用實力來蓋過我的缺陷 OK 我明白明白 所以您是以靜自動就對了 對了 那旁邊那位就不一樣 美豬 他不只利用舞台 他利用道具 這個今天還戴了一個面具 手上拿的那個面具唱歌 應該是頭一次吧 對 頭一次 還習慣嗎 剛開始的時候不習慣 那麼就經過方老師的教導 還有我一直在練習 然後呢 成為習慣了 那兩位都盡心盡力了 努力過了 評判們覺得怎麼樣呢 我們來聽聽看 麗萍 你好 你的音色很有感性 是 是 在真假聲的交替很不錯 但是有一個地方在換聲區的時候呢 不是很流暢 這個要注意 好的 那麼在呼吸換氣方面呢 有兩個地方也是氣息不足 唱到最後的時候幾乎就沒有氣了 對 好 美豬在台風台行跟肢體語言恰到好處 眼神也是非常的浮媚 但是整首歌 你的這個氣息的支持 沒有控制的很好 所以出現了很多地方 聲音不穩定 因為你只顧著表演嘛 使到整首歌的那些音準啊 不大穩定 這一點你要注意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美豬姐你好 你好 我覺得你聲音就是很溫柔 然後帶有一點氣音 然後就是很好聽啊 很舒服 但是要小心 就是整首歌 它有點太舒服了 所以可能你要製造多一點那個層次感 那怎麼有層次感 就是可以讓它有大小聲 加一點點 這個有穿透力的聲音 它反而會比較突出來 例如那個 那邊 因為它上高音 你就可以加一點 給它多一點穿透力 要是我做起伏的話 我每次都會很激動 然後呢 高音這些都會破音 那我決定說不要那麼激動 就把它穩穩的唱好它就好 美豬你好 麦老師你好 我覺得你很喜歡演戲是嗎 就是那個表情這些還不錯咧我覺得 你有一句就是 你不放叫我 這個對嗎 你那個鼻音音太多了 你你不放 你跟它拉進去鼻子的音了 所以那個地方雖然是要亮 但是你可以讓它 你你你不放 而不是你不放 不要拉進鼻音 這個它聽起來就會有一點奇怪 你不放叫我 你不放叫我 神明你拉 陳麗萍小姐 老師你好 對 你一開始的時候你表情很痛苦 給我感覺你 可能你要進入那個歌曲的情緒 很好 而且你唱歌的時候有帶一點點的褲腔 這個也處理得不錯 唱歌是稍微有一點點不太穩 有點飄 總體上還處理得還不錯 謝謝老師 王美珠 老師你好 你出來的造型非常亮眼 戴著眼罩 但是還要注意的就是 音準咬字 發音這些還要注意多一點點 謝謝 謝謝老師 先說麗萍囉 你好 麗萍你好 所以今天看到你的表現呢 我覺得你進步的蠻多的 謝謝 尤其是你的整個舞台的穩定度 我覺得今天你把你的那個感情真情的流露出來 然後整個舞台的控制力是不錯的 感情的鋪陳其實是有的 你這首歌如果從頭到尾都是用那個傷感的感情的聲音去唱的話 我們可能剛剛聽的時候覺得很好聽 可是會越聽越覺得 咦 怎麼沒有東西了 你要跟老師在好好地研究 要怎麼樣把你的那個唱歌的時候把感情給帶出來 蕭蕭老師他花時間讓我知道說 你怎麼去發揮你的那種感情 所以我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說我會大概會用 不過還不會用到說我能夠激情 可是又能夠管制它 所以現在還在學習中 講到美豬我看到你我就哇你是誰 我記得我上次評你說你是悶燒型的 今天你是真的很燒 所以我覺得只要敢什麼都可以做 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你要願意踏出這一步去挑戰 你自己本來不會做的東西 那我就覺得你要繼續加油囉 好 謝謝老師 蕭蕭其實看到你一開始就已經是眼眶泛淚了 對 我也知道你可能如果一直我耶的話 我怕你我耶會這樣子 對 所以她就整個都收起來了 事實上她有個亮的聲音 但我還是很感動 因為你能夠知道說 你如果一激動的時候 恐怕會破壞了整個音色的美 所以我還是滿欣賞你今天的唱 謝謝蕭蕭老師 美豬今天做得很好 完成度非常好 是成功了 不過唱功也要成功 不是表演而已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那在台上總是要驗收成績 所以呢我們就要來聽聽看 我們的三位評判老師 覺得你們兩位當中 他們比較欣賞誰的表現 吳老師 編號四 恭喜美豬 謝謝老師 好 愛妳 編號三 謝謝老師 恭喜麗萍 一比一喔 現在暫時是打成平手 瑋強你這一票至關重要囉 編號三 謝謝 恭喜麗萍姐 所以在這個紅節的夏日之聲勝出 恭喜 謝謝你們 謝謝 這樣子他們是兩隊打成平手 一比一喔 將局 下一局很重要 來 夏慧老師 好的 就是派了我們這位美女 林維梅 為大家唱的歌曲是《戀痕》 方老師 那你要推出哪一位學員呢 開出的是李翠華 帶來的是《母親你在何方》 謝謝 音樂能夠治癒傷痕 也能傳遞真誠的愛 林維美帶來這首《戀痕》 獻給天上的雙親 我再也不願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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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窗通的回憶 讓時日去的戀情 永遠的捧場 永遠的唱在心底 我再也不願提醒 这永恒的变异 让孤同的脸痕 随着那世间忘记 成光温知消息 我俩自己苏醒地 夕阳涌着成定 抹两层额并为你 我再也没有勇气 把旧情再听起 让梦里把你往事 永远无留存回 用音符表达思念 以歌声诉说爱意 李翠华将用这首 母亲你在何方 献给已故的妈妈 一只飞飞去白云 情过那万里 可曾感自信 也愿意 也愿意 我想问你 我的母亲可有消息 穷乎那吹的枫叶暖飘荡 虚恨要温暖缺少那青鸟 木齐鸟我要问你 天涯茫茫你在何方 木齐那黄泉难归 我们仍在痴心等待 我的美无情呀 等着你 等着你 等你如来 儿时的情形似梦奔行 梦外的温暖永远能忘记 母亲要我站向你 恨不能更是光倒影 恨不能更是光倒影 唯美以前这首《恋痕》 有没有背后什么意义吗 它 这个就代表背后有故事 没事慢慢的讲 这首歌 主要我要献业我的父母 主要是我的父亲 他在还没结婚之前呢 就被旧情人抛弃了两次 然后他带着这种收窗的心 进入了婚姻 选择了我的母亲 在这段婚姻里面 我的父亲就是不再相信爱情了 他曾经跟我说过 学哪一个女人都一样 这个我从来没有跟我的母亲说过 因为非常伤他的心 我非常为我的母亲 心狠狠的母亲 为我的父亲 我觉得我非常的怜悯他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婚姻 实在是让我的妈妈受尽了很多的委屈 是 所以你希望他们现在在另外一个世界 能够重新再来 是 可以生活得很美满 好不好 祝福他们 希望我妈妈也原谅了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不再有过去的苦痛 就像这首歌一样 好 但愿如此 是 那翠华选唱这首歌 跟母亲有关 应该是要 也是要唱给你的母亲听的吗 唱给我一顾的母亲 然后她从来没有来我梦里 你想要她入梦 也不想 她也想我幸福 回想起母亲 你最难忘的 有些什么样的画面呢 我小时候她为我吃饭 刚才那个碗是以前用的 对 已经有五十年的碗了 你现在还在用 对 还在用 哇 你真的是重情的一个人 好 那既然两个人都是唱得非常的深情 那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评判老师们 觉得有没有被你们打动 好不好 威美你好 老师你好 我觉得你唱这首歌 你的那个声音 其实低音 很好听 它很柔 然后很有气音 很有感觉 你可能可以练 怎么把声音维持 但是可能少一点 因为你有一个很特别的颤音 对吗 这样子一个颤音 它有些人会说 这个是因为你的声音不闻 但是有些人 可能可以把这个变成你的特色 就看你怎么处理 然后翠华 听你的声音 我是觉得它里面是有一些很好听的元素 就是你的声音有时是柔的 那有时是亮的尖的 现在是要看你怎么把它凑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在 有太多情练的话 是一定比今天更好 谢谢老师 威美你的声音是很特别 一开声的时候就感觉 你的嗓音很特别 谢谢老师 但是有一点点我就觉得 该尾强说你有颤音 因为你抖的话 你变成有些高音你唱不上 低的话又低不下来 我们唱歌最重要是要 全身要松弛 你很松弛的时候 你高音很容易就唱上去 低音也放得下来 颤音的问题其实是我一个毛病 其实也有改了 可是这一次可能是这个年代的主题的歌曲 所以我发现颤音可能是一个自然的表现 翠华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有些高音 你唱不稳 有点飘 如果你拿捏的不好的话 很容易的就 flat下来了 就是拉音的时候你就会低下来了 因为你中气要很足 拉音才会很直 总之还是要练习 威美 老师好 其实一首歌 它有一种感情在里面 你如果能够从一首歌里面的感情 它的背景能够把它表现出来 你就是已经成功了一半 谢谢老师 口型很到位 因为正确的口型正是我们发声和共鸣的基本 你做到了 谢谢老师 翠华 那么这首歌是三拍四 三拍四的歌曲 对吗 方老师 三拍四 三拍四的节奏就是重 轻 轻 重 轻 轻 其实没有把它表现出来 到了结束的时候就有了 那么整体表现也是蛮好的 好 加油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飞选导师来为我们点评 以维美来说的话 我觉得刚才 我一听完你演唱的话 我就是立马问就问你的老师 这个是不是蔡琴版的 因为我就觉得那个声音 就有很受蔡琴的那个声音影响 这也说明了就是说 其实你的那个口腔共鸣 其实很好听的 有那个量的低音 所以是可以去发挥 可是可能今天就是 有我觉得位置稍微低了一点点 所以量不出来 所以感觉在哪里的 好 继续加油 翠华 我是觉得你的高音的地方 是因为你有在学习 怎么用比较厚实的声音去唱 所以变成整首歌 我觉得是稍微的吃力一点点 我在老师那边学的时候是有达到 那可能是有哭腔嘛 所以可能找不到 好 唯美 我是被你感动了 我是好 因为一楼来你都是唱比较偏高的 所以我们就大胆的尝试唱低的 所以就是今天的这个尝试这个低的 我已经听到了你也做到了 当然我们的胸腔共鸣 还可以再加多一点 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演出 谢谢老师 我问你 你说可以啦 我可以Hit得到 刚才采判是有时Hit到 有时Hit不到 所以我应该果断的跟你讲一个Key 因为你的声音太漂亮了 就是那个Key一定要抓腿 我觉得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见真章了 两位强的歌手呢 强强相对这样的一个PK 谁会胜出呢 来 我们请三位评分老师准备 来 尾强 编号六 恭喜翠樊先拿下一分 爱妮 编号五 恭喜唯美 现在是到了1比1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目前评分秋色 吴老师 给了编号五 恭喜唯美 谢谢唯老师 也恭喜夏日支撑队 在这个PK环节胜出 六位学员深情演唱 为大家带来首首不朽金曲 究竟哪一首最得人心呢 第二回合团战的第三场比赛圆满结束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夏日支撑队 哪一个队员得分最高 还有千方百计队 哪一个队员得分最高 我们请大屏幕揭晓 请看 夏日支撑队最高分是 立平 79.2分 恭喜 千方百计队最高分是 桂如 81.3分 这个是有2.1分的一个差距 夏日支撑队有没有办法板回来呢 我们就请大屏幕来为我们揭晓 请看 夏日支撑队总分是235分 千方百计队总分238.3分 所以恭喜千方百计队赢了3.3分 千方百计队在今天这个回合是暂时领先了 是的 那么下个星期一将是同样的 平均我会有信心 多得两颗星 耶 你刚才这样的表现 你对得起你的老师 应该是温情无愧吧 我会 我会 所以 看掉头 看掉脚 看掉身体 只剩下手而已 嘴心很重要 要放六根高跟鞋 先从讲话开始 那你要找一个爱讲话的朋友 天天混在一块 现在会烦死我 哎呦 今年华诗豆哥敬意 星期五下午三点半 发频道与V-Watch同步观看